老恩率领瑞斯塔和大漂亮离开之后 斯巴达士群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 由于猎岩雄狮的身体原因 泰森和八面并未完全吞并老西街们所统领的士群 他们虽然征服了大部分的斯巴达此事 也还有一些游离者并未完全臣服于狮王的统治 这对美头雄狮都是几乎不可容忍的事 但无奈泰森的身体因为疾病每况愈下 在仍有领土的情况下实在没有精力再去管辖 这无疑给了坏家三个弟弟为所发育的时机 期间以小霸王突尾巴为首 怪尾巴和撒旦作为小弟的三世组合 也还在斯巴达士群边缘溜凤子 众所周知老四的脾气不太好 莫瓦斯这俩兄弟不听话的时候 就会日常被四哥惯性殴打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四在莫瓦斯兄弟心中 成为了比大哥老恩还要难以企及的存在 小六在成年后多次挑衅除了老五的其他兄长 但唯独不敢惹老四 也就是在小时候被作怕了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猎岩雄师泰森的后代中 也有着一只将来威震萨比森保护区的幼崽 如同传奇一般在无数次危机中都能逃的性命 萨比森双弟 现在的老恩还在外面带着老二老三打野 现在的他也还没有名字 之后作为仅存的查拉拉幼崽 索罗才进一步有了自己的称号 并且开始辗转流连于狮子的江湖 这里不展开讲 有兴趣的可以看我之前的作品流浪雄师索罗大帝 很多人有疑问 老恩带着瑞斯塔和漂亮离开了那么久 4563兄弟是如何找到的哥哥们的 其实 在秃尾巴带领弟弟留在猎岩雄师归属的斯巴达士群期间 瑞斯塔和漂亮男孩经常偷偷溜回去看弟弟 也就发生了坏二三经典吃播明场面 这里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 漂亮男孩在吃饭的时候 还与一只秃头小熊师碰头一下 那应该是亚成年的六弟撒旦 因为斯巴达士群的瓷尸都算幼年坏男孩们的母亲 感情自然存在 几兄弟也时不时会去蹭反 而成年瓷尸作为看着他们长大的阿姨也大都不会拒绝 所以这点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当然后面被猎岩兄弟发现脚底抹油开溜 恩大知道弟弟陷入危险后的紧急救援 就显得十分搞笑了 而在斯巴达士群期间 五六两兄弟基本形影不离 他们玩耍打闹甚至睡觉的时候也会亲密地抱在一起 作为兄长的小霸王 则有些碍于哥哥的架子不经常参与这俩臭弟弟的活动 只会在他们无法无天的时候进行及时的修理 而老五老六之间的情胆几乎从出生开始就异常稳固 怪尾巴从幼年期就展现出了对弟弟很强的保护欲 撒旦的表现则更加凶猛好动 坏男孩每头雄狮的性格不同 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宠弟狂魔 每一头都对弟弟极为溺爱 在老恩与瑞斯塔出走数月之后 跟随在他们身边的瓷尸渐渐脱离 余下三兄弟中的长兄恩格拉拉里克 他几乎担任了比父亲还要尽职的角色 那就是为包两个亚成年的弟弟的肚子 这个年龄段的雄狮 基本处于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胜的状态 《狮王之路》纪录片中并没有详细描绘这一点 但坏二坏三能长得那么强壮 这和老恩的照顾是绝对分不开的 瑞斯塔和漂亮男孩的狮子人生真的算非常一帆风顺 因为就算被亲生父亲驱逐出领地的亚成年狮子 一般都还没有完备的狩猎能力 也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挨饿 有的甚至被饿死也不足为奇 但有了老恩这长兄如父的老大 兄弟俩几乎不会有着吃不饱饭的情况发生 老恩还会言传身教地将精湛的狩猎技巧传授给弟弟 要知道这是绝大部分雄狮通过走了无数弯路才会磨练出的法宝 而坏家兄弟几乎都得到了萨比森最强雄狮家教士的真传 这是他们五个能拥有老恩的幸运 而后面则是老恩拥有五个弟弟的馈赠 七岁上下的恩格拉拉里克作为当时的保护区最强雄狮 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存在 勇斗猎言雄狮八面千里追杀壮年雄狮瑞文考特 都是有实距观测的 还有很多黑子把老恩叫做恩跑跑 失望影是不是很能理解 如果他真的要跑 在父亲麦森和叔叔巴比已经病入膏肓的时段 独自去其他领土打拼天下不是更容易一些吗 为什么他还固执地留下帮助西街爸爸们守护士群 不让余下的武坏自生自灭 以老恩的体型与任何雄狮结盟都将是顶级存在 而五个弟弟可能都会是名不见经传的流浪雄狮 最后毫无记录地死于荒野 他可是恩格拉拉里克 狮王中的狮王 老恩被称为马库鲁 意思是巨大的狮子 任何观测到老恩的记录员都有过类似的描述 这头狮子如此巨大 几乎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大的雄狮 搭配上他一头浓密的黑棕 霸气方面几乎就可以将对手吓尿了 这也就是瑞文考特这个倒霉蛋看到老恩就疯狂逃命的原因 我展现了这次材料 我展现了衣季 我展现了